大学跟台南农改厂历经九年的时间 选运出新的耐旱水稻品种 加大台南诺三号 种植过程可以节省灌溉水量两到三成 每年可以省下三十到四十亿吨的水 而且用在米加工食品上 口感也相当不错 获得米厂业者青睐 桌上有甜米糕 麻薯等等香气扑鼻 这些糯米制品的来源是加大台南诺三号 由加一大学和台南区农业改良厂 经过九年时间 选运出第一个耐旱糯米稻新品种 已经获得农粮属和可 米加工的一些食品蛮好 口感算蛮不错的 其实种植的话 然后让消费者能够接受的话 其实对台湾的水量水资源管控 基本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种植过程可以节省二到三成的水量 利用在米加工食品上口感不错 广受米厂业者的青睐 加大台南诺三号的一个新的一个品种 那我们也很希望说借由这个机会 让我们的农友能够有更稳定的一个产量 然后更好的一个品质 加大校长也和台南农改厂 以及米厂共同签署 稻种繁殖技术授权契约 加大表示新品种的水稻抗旱 如果全台全面栽种 换算下来 每年可以节省三到四十亿吨的水量 等于三百八十到四百座 加一式蓝潭水库水量 对水资源管控帮助相当大 未来也将利用加大台南诺三号 开发更多米加工食品 渴望带来商机 记得蔡仲乌加一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